Yo,我是老衛 這一款老衛真的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會長得像就是昆蟲的形狀 它到底是哪個系列啊 我真的是非常的納悶 所以今天老衛開箱應該超快的 那這一款R1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盒子超薄 超薄 大概你講說它是HG 其實我都不覺得應該不會有人會懷疑啊 那問題是它的價位還蠻貴的 1100多塊錢吧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如果你魂商店那個時候沒有訂啊 我覺得我可以猜測啦 應該是未來是絕對不會再犯的商品啊 因為這個真的是超冷門 RE本來就很冷門 然後再加上這一款冷門到爆 所以我想說不定有可能以後就變成絕版 就是吵架吵得很兇的 但是我還是不知道它是誰 反正今天就老衛 今天就過來快速開箱一下板件說 它的板件長什麼樣子吧 就是可以看到 而且它這次還蠻特別 魂商店居然是彩盒 首先可以看到板件 其實板件真的非常少 你講說它是HG 我都覺得應該沒有人會懷疑 雖然它是1比100啦 但是它的板件 真的是非常少 你可以看到大概就幾片而已 大概跟粗鋼差不多吧 然後可以看到它 外裝甲的部分的話 這個橘色 橘色是還蠻漂亮的 有點像 糖果的顏色吧 然後簡單的一個小小的絲貼 那裡面其他的 還有附個水貼還蠻特別的 好 真的蠻特別的 超出乎我意料之外 好 然後就黑色的部分就這樣 就超少的 所以這一款組起來 好吧 我覺得這麼特別的模型 應該也只有這一款有而已 然後有一個特效的盾 這個特效的盾其實 它是做的有立體感的 所以就是有點凹呼 我覺得大概 最最貴的就這一塊吧 好我們看一下說明書吧 超快的 今天介紹超快 真的不知道它是哪一位 可以現在RE的 組裝板就很簡單 那再加上這一款 我真的是覺得 我覺得這一款應該蠻小的 是V缸彈系列的 但是 不知道耶 它最後長得像 就是蜜蜂的形狀 所以如果你對蜜蜂有愛的話 我覺得入手一下吧 說不定以後這一款 應該會絕版到個不行 好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